广西重佐市龙州县龙州镇民族小学附近 一座二层商铺突然倒塌 至少五人被困 楼房坍塌瞬间的画面曝光 监控视频显示 事发时有学生在店面里 31日广西重佐市龙州县政府通报称 中午11时56分 龙州县龙州镇白沙街106-6号房屋倒塌 初步核实四人被困 截至下午3055分 已搜出四人送医 央视新闻称 房屋倒塌后初步核实五人被困 监控视频显示 现场房屋在不到五秒之内急速坍塌 腾起巨大灰尘 立即变成废墟 事发时周围有不少学生 附近商户撑听到声响后 出来一看是文具店坍塌 听见哄的一声 很大声的 我受到惊吓 也跑到外面来了 就看到文具店他了 知情网民留言 今天中午发生的是 那栋楼一楼是一个文具店 当时里面还有小孩 后来发生坍塌时 老板娘把孩子推出店外 自己也跳出来了 我妈刚逛街回来亲眼看见 恐怖的要死 在白菜店民族中学 世界旁边那个文具店 倒塌了 里面有人 在白菜市场里面 防滑路面却打滑 发生事故 5月24日 大连市东联路发生一起车祸 车主本人发布视频 乘是路面的颗粒物 导致车辆打滑而发生事故 当局回应 东联路的防滑路面 于23日铺设完毕 路面铺设了一层胶 胶面上铺撒了防滑颗粒 通行后防滑颗粒被碾掉了 东联路的道 我的车出事故了 就是这样 这活简单啊 想干的联系我 就跟他妈的拨刀子一样 往上一拨 大纪元时报 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愈小愈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 0800-566-688 1 5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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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